Match Dialog 那為什麼我這邊直接給1 其實你也可以給0 那這個數字怎麼來的 這個問題其實非常好 其實有時候我查完 我也有點不太記得 我怎麼查到的 其實不用背 答案都在這裡面都有 哪邊可以找到 其實你主要關鍵是可以看 到底你修 就是第四個 他一定是要給他一個INT 這是肯定的 所以你不能給他一個字串 或者是其他的東西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整數 那理論上 這個有點慣例 他一定從0或1開始 通常是0 因為Java的Index都是從0開始 那我怎麼知道裡面的東西 那0是什麼 1是什麼 2是什麼 其實答案都在這裡 其實你只要往下看 這邊就有答案了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INT ShowMatch 他一定會給你一個參數的說明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底下 有一個什麼 Message Type 有沒有 要顯示的訊息類別 這邊有個冒號有沒有 那實際上他會給你這一串 那理論上 通常是0 1 2 3 這個應該不是貨吧 應該是最多到3 也就是說最多是3個訊息 OK 那有的時候他會把它當常數 所謂的常數就是自動幫你轉 0 1 2 你可以把這個貼上去 但是我剛剛試一下這邊好像不行 所以你乾脆就是 如果輸入0的話 就是Error Message 有沒有 它會跳出的就跟我們剛剛 我們是用1 1的話是Information 就是一個好像問號還是什麼東西的 Worrying就是警告 然後Question 所以如果你將來假設你要不一樣 頂多就是這幾個 那有什麼差別 我們來試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說假如我用這邊好了 男生女生好了 假如說我今天正常狀況 這個問號輸入 那比如說我輸入不是M或者不是F 我輸入個A好了 那他什麼都不是嘛 他會跳哪裡 別鬧了好好輸入吧對不對 按確定 你會發現 有沒有 別鬧了好好輸入 特別注意喔 這個指的是 Message 指的是他 這個指的是title 這個指的是他的type 就是這個東西 OK大概就是這樣 反正 以後不管是Java也好 Enjoy也好 大概都差不多 所以有些東西我怎麼會用 其實就是看著大概要什麼都 我給他什麼 他要一個IMT 那我給他一個IMT 他一個string 那我就給他一個string 如果他一個object 或者給他他要什麼其他的類別的東西 那我就給他對的東西 他就跑給你看 但是如果你明明他要這個東西 你給他另外的東西 他就掛掉給你看 他就跟你講說你給我的東西不對啦 OK這其實是很很應該可以很好理解的 所以程式要寫錯喔 通常是你沒有看清楚你就亂下參數啦 所以只要看懂到底要什麼 其實我說真的 也沒有什麼好寫 寫不好的啦 那主要還有就是說其他的一些基本的架 像那個IF 所以呢 後面我們如果要把那個 Switch K12 就是男女的性別這部分 那一樣我假設 我用那個J-Option Pen 所以請各位等一下 Show一個 那請輸入M或F 那不過這個地方 比對的方法 因為我輸入的是一個字串 那特別注意喔 字串的比對 剛剛我們有講到用等於等於對不對 那等於等於 僅適用於什麼 基本資料型別 比如說像那個什麼 像那個就是int 整數 或double 這種基本資料型別 那如果是字串的話 你不能用等於等於 所以剛剛有同學是好像試過啦 他用什麼 用這個S等於什麼 比如說打一個大寫 他就等於等於 這樣子 當然我們很直覺是寫這樣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後面的版本 他好像也有資源啦 不過我不是那麼確定 那我的習慣喔 反正字串呢 不管了 我就點Ecos就好了 因為我今天呢 會把資料就是說呢 丟到一個S裡面 你只要點下去 他就可以去使用 那個 字串裡面的相關的方法 其中有個方法叫Ecos Ecos就是 我們比對一下 OK 那比對的話呢 如果 它是什麼呢 M 大寫的話 那可是有的 可能它可能輸入的是小寫的話 那你可以用O啦 不過其實也不用麻煩 因為呢 在這邊不知道 你們有沒有看到一個方法 它點下去有沒有 點E開頭 它會出現什麼 Ecos Ignose Case 其實這個應該就OK了 因為它主要 你們 它後面有跟你講說 一個Nose Case 就是它會 不考慮大小寫 欸 那你不考慮大小寫 那你剛用這個就好了 幹嘛還用O 這寫下來不是很冗長嗎 所以其實你知道的越多啦 當然你會越寫越精簡 OK 所以這個地方Enter一下 那你直接給它一個 它忽略大小寫嘛 所以你給一個大寫 給一個小寫都沒關係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你就不要寫成這樣 有沒有 或啊 或的話就是其中一個 唯觸的話 那就唯觸 剛剛才講過嘛 可是這樣的寫 感覺有點像榮長 所以你知道 這邊Enter 點什麼 這個一樣點 點Ecos 其實你只要 它是一個字串 你將來點下去 就會有這些東西 有沒有發現它一定是String OK 如果不是String 這邊就不會有這些東西 那一樣E打下去之後 會E一個 有沒有 Ecos Ignose Case 如果說你對這個不太熟悉啦 這旁邊還有一堆說明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點兩下 然後這邊的話呢 可以給一個什麼 給一個F 那它就忽略大小寫 所以理論上 你輸入一個 大寫或小寫都沒關係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把它執行 按個確定 也許我輸入一個小寫的M看看 理論上呢 如果剛剛 假如是用Ecos 它就會跳 不會到那個 男生的地方 那如果說Ignose Case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 就是跑男生 我們來看 您是男生 沒錯 那反之的話 當然就輸入一個小寫的F看看 因為忽略大小寫嘛 按確定 因為您是女生 反之的話 當然就是其他的 其實這個好處是 我覺得 其實跟Switch Case比起來 它是比較精簡 而且比較好理解 你只要把這個規則 記下來的話 一般基本上 我想應該就OK了 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邊 主要就是這個 字串 Egnose Case 這個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等一下的話呢 我也會把那個 最後我完成的畫面 提供給各位參考 就是把原來的那個 Switch 可以改成那個 我們的 就是 if else if else if 所以其實這一招還蠻管用的 那無論說你資料量有多少 反正一進來 我就判斷判斷判斷 反正 其實大部分 其實像尤其處理像那些 網路來的相關的大數據好了 其實用最多的就是 跑回圈 反正就把資料全部 get回來 然後再做什麼 判斷判斷判斷 該到哪裡的就到哪裡 然後你把它分分分 一般的話也許就是在配合什麼 配合那個 政列 或者配合那個 list 清單 然後把資料丟丟丟丟丟 最後再秀出來 就會是我們要的 那因為這個部分 我算是做的還蠻多的 像從網路上撈資料有沒有 其實Java可不可以辦到 當然可以啊 因為每天都在用的 其實你只要去找到那個 Java如何連網路的 那相關的class 你就可以把網路資料抓下來了嘛 所以你要寫一個那個網路爬蟲有沒有 爬整個網站的東西啊 Java也絕對辦得到 沒有問題的 因為都有 只是說你要去知道說哪些class 它有這些功能 如果加上去之後 它就有點像是一個瀏覽器啦 反正你只要給它一個網址 它就幫你把那個網站的資料 Gate下來了 然後Gate成一個字串嘛 可是那個東西 大部分你不要的 那你再來做什麼 跑一個回圈 把你要的東西抓下來 塞到你要放的暫時存放的位置 再丟到畫面上你要放在哪裡 那程式就出來了 其實說真的 應該也沒有那麼複雜啦 大概就是這些流程 OK 試試看好了 像也許後面我們還可以再練習啦 也許我可以補充一下 像一些什麼金融啊 股市啊 股市資料有沒有 像有一些股市資料 你用Java把它Gate下來 列清單下來 其實也並不是困難的事情 或者是政府機關有一些開放資料 它會丟什麼Jetson檔 或者是CSV XML 那你同樣可以把它Gate下來 再去判斷顯示出來 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個其實應用的面向就非常廣泛了 所以未來當然我們資料來源除了鍵盤之外 現在應該沒辦法入門鍵盤 也許未來你可以從哪裡 從檔案 從資料庫 從網路 從來源都可以 那你只是說量多了 那再來去做處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剛剛這一題Switch case 那這個也是一樣 最後是改成那個 if 所以這邊的話 也許我把它Copy 一樣把它放在我們的雲端